马可贝罗回到威尼斯后,常向人们谈说自己的东方之行,当时威尼斯与热纳亚为了争夺商业利益,经常发生战争。 1296年,马可贝罗参加威尼斯舰队与热纳亚作战,兵败被俘,在热纳亚监狱中,他继续讲述种种东方建文,受到当局的领域和全程欢迎。 马可贝罗把他的丰富建文,口授给同域的作家路斯帝迁Rossichello,结果写成了文明世界的东方建文录,又称《环宇记》,俗称马可贝罗游记。 游记被誉为世界一大奇书,全书以中国内容为主,寄述了马可贝罗旅居中国和途经中亚、西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建文。 书中对元代中国的记载极有价值,如他对北京、西安、济南、开封、襄阳、镇江、长州、苏州、杭州、福州、泉州等城市的记载非常真实,对各地丰土人情、物产和城市建筑的描写也很详细。 书中还介绍了中国使用纸币,用煤炭当燃料等情况,马可贝罗游记在中世纪欧洲人面前,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东方世界,加深欧洲人对东方世界,特别是中国的认识。 14、15世纪欧洲的地理学家,主要根据马可贝罗这部书所提供的地理知识,绘制出早期的世界地图。 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·Columbus早年曾细心阅读过游记,对东方世界十分向往。 1492年,他带着西班牙国王至中国皇帝的书信,试图寻找前往中国的航道,结果却意外发现了美洲大陆。 在这个意义上说,地理大发现是鱼马可贝罗游记是分不开的,游记充满了中世纪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奇闻意识。 当时大多数西方人认为,那只是海外奇谈,甚至视为一端邪说。 随着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,游记中艺术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。 在现金学者眼中,游记还有很多疑点,游记记载的贝罗兄弟尼古拉与马斗县投石机攻陷襄扬的事,明显于事实不符。 中国文献典籍从未提到马可贝罗奇人。 马可贝罗声称,他曾奉命治理扬州,在中国文献中没有得到印证,中国最具有特色的文化产物如茶、汉字、印刷术以及雄伟的长城,在游记中都获字不提。 正是这些疑点,不少人怀疑马可贝罗是否到过中国。 也有人认为马可贝罗只到了大都及其周围地区,对中国其他地区的记载都是在大都道听途税而来。